金山返乡今年组成联盟 串联不同产业 发展共同品牌与故乡共好 依我们在发展地方品牌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它永续经营 从废弃竹料找灵感 竹艺电二代接家业 环保竹制品翻转竹山小镇 从竹子出发 开发我们所有的产品 让我们挑战消费者的习惯 重新给予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从校园走进咖啡园 数学老师卸下教职 推广阿里山咖啡产业 把更多的小囊或更多的庄园 然后可以一起纳入 然后我们打一个联盟站的感觉 赛德克游子回祖居地 整合部落青年及齐老 重拾部落生态文化 初心比热情更重 这个部落其实慢慢在恢复 那我们觉得我们会找到自己 再生或创生的一套 为了留在家乡生活 返乡青年想方设法 为故乡找出新商机 静庭锁定 静新闻调查报告 逐一条回家的路 系列报道 您好 欢迎收看 静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芳姐 今天要带您来关心 近年来非常热议的地方创生 这个名词其实发源自日本 是当地政府为了协助 面临人口过度集中在都市 而造成乡村人口流失老化 所出现的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 不过其实台湾这些年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所以为了鼓励青年返乡 国发会就推出了 地方创生政策 希望能够帮助偏乡经济 让年轻人有办法留在家乡生活 在新北市金山 就有这么一群返乡青年 正在为自己的故乡努力 他们串联了不同产业 以共好的概念 把金山当成一个共同品牌来经营 放大地方特色 吸引游客前来刺激消费 甚至还推出了体验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延长 他们的停留时间 能够创造出属于地方的经济体系 让大家来到金山 是除了老街之外 还多了其他的选择 那么当初组织这些业者的发起人 叫赖家华 他本身是当地的地瓜农 九年前 他为了年迈的父母 舍弃了年薪百万的科技业业务工作 返乡务农 而面对传统农业的凋零 他导入了农村体验 把产业升级 用观光来挽救凋零的地瓜田 同时也有感于返乡这些年经营不易 他看到了跟他有共同困境的在地业者 就召集大家成立组织 一同让金山更好 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地瓜当成一颗球 把它从这个洞口丢进去 好不好 丢丢丢 好 再来下一位 一 二 三 二 好 后面的土把它掺起来盖上去 经过土窑高温焖烤 香甜松软的地瓜 吃起来多了一份古早味 这里是新北市金山 由于位在大屯火山下 特殊的半砂质黏土 加上杨明山系水源灌溉 相当适合红星地瓜的生长 当地种植面积超过90公顷 年产量更高达1775公顿 因此金山又被称为是 红星地瓜的故乡 你说台湾有一坑老 老得很厉害 堆着土蹄为春天播种做准备 这片土地养活了不少金山鸡 但这样的田园生活曾经是赖家兄弟俩最想逃避又割舍不下的情感 因为地瓜是汉座嘛 所以平常地瓜田不会装水 可是休耕的时候就要让他水能进来 十年前他们俩都在外地工作 哥哥赖家华从事科技业业务 弟弟赖家龙是殡葬业礼仪师 年薪都是百万起跳 会返乡务农是因为舍不得年迈的父母 不过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回家传统农业就必须要转型 最终回归到就是因为这边的工作 基本上是不陌生 只是说回来的时候 大概我们很清楚知道 不会用原本的方式经营下去 他大概还是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种植地瓜 那再把以前很传统的 一些简单的农物体验农村体验 让它变成一个有标准化的模式在运作 而且是可以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 于是兄弟俩将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 在田里空谣转换成体验活动 试着将产业升级 那我这边大概就是以园区这边的 不管是客人的接单啊 或者是现场的任何的一个服务流程 那或者是整体的维护这样子 那格格的部分大概就是类似 因为它本身是业务嘛 所以它是往外去拓展 那其实我们的基底算是比较稳健 那当然如果说有额外的量能 它是可以往外去延伸的 但刚开始并不是这么顺利 为了活下来平时还得兼差 才有办法养活自己的家庭 初期的话其实真的很辛苦 对你可能一样啊 就是坚持跑计程车嘛 对啊不然你根本连自己都养不活了 你还要养家庭 对啊就是会花之前的积蓄嘛 对啊啊大概用心下去做啦 然后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方式都去尝试 然后让消费者去揣摩 然后让消费者到底哪一个方式是对的 所以不断的去修正改进 撑了三四年 这样的农村体验活动 好不容易打开了亲子市场 好接下来第一个动作 拿起这个铲子 帮我把它捣碎 切成一块一块的 现在甚至还开了故事馆 除了DIY体验之外 也提供餐饮半熟力 多方经营生意稳定后 赖家华开是有了不同的想法 那我自己一个信念是 当我稳定下来之后 金山如果能够整个往上走 那我相信我不会插到哪里去 那但金山如果持续往下走 我相信我也不可能读好 所以也因为这样 那我们就去推动所谓的 那时候还没有地方创生这个名词 只希望在这里打拼的这些人 他有一些依循的方法 组织平台 大家可以 我们想直接点叫互相取暖 至少可以互相取暖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行程的策划的时候 事实上它很多环节都要考虑到 那包含动线 动线怎么走 然后场地怎么配置 然后时间怎么掌控 然后你的后勤怎么支援 一个月一次的聚会 是金山在地业者 彼此交流的时间 别看现在这么乐落 刚开始这些人 都还是赖家华一个一个找来的 当我第一次要去成立 北海冲政办第一次论坛的时候 其实我po到网路上去 po到因为每个地区 都有自己的地区社团 像金山最大的社团 叫金山人站出来 那po上去之后 我发现案占的很多 来报名的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对 那其实我后来不死心 我就去扫街 扫街就是挨家挨户去拜访 六年下来 从二十几个人 到现在一百七十人的组织 谈论话题 也从一开始的户土苦水 变成如何让金山更好 透过这样的模式 可以让每个人的生意 都多出那么一点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可以让整个金山 当成一个品牌 当成一个平台 然后共同地去向外推 那当这个品牌行硕之后 其实它就可以让更多 更Junior 更新创 或者是他即将回到这个地方 的一些更年轻的人 他可以进到这个品牌 去寻求他的合作的一个模式 这场五百人的活动 赖家华不会言 是他拜托新北市农业局 医师到这里举办 让大家有机会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刚好 我们市政府的农业局要办农业志工 所以我们就去拜托农业局 说这一团我真的不是要赚钱 是不是有机会安排一个点 让这些农业志工 将近五百人的农业志工 可以分散到不同的业者身上 去做所谓的体验跟DIY 让我们去让这些所谓的职人 可以去做体验 去做所谓的让这些职人 他可以直接去对接客户 那也让我们整个团队 可以去做所谓的满载测试 这个再大一点 我们家议员就是做很大的 因为我们家议员本身的粉 量比较少 所以吃起来是比较有嚼劲的 他是团队里面最年轻的成员李世忠 今年28岁 返乡八年 现在是四家甜品连锁店的老板 到最后拿机器剁浴员了吗 那你这样不好吃 不好吃 手工啊 手工啊 以地瓜作为店里的招牌 这是开店刚开始 他怎么样也想不到的发展 那也是有一天 就是有一个金山的农民来找我 他就说 哎 就是接下来要台风天 我那些地瓜可能会淹水会没有 会坏掉这样子 看我们可不可以帮他去做一些销售 或者是把它弄掉 那算便宜一点给我们这样子 对 那我就想好 那我就把它拿来用 那意外做起来 金山的地瓜 其实做地瓜园是非常好吃的 曾经去澳洲打工游学的他 返乡后接手父亲的冰店 面对当时营运不佳 快要倒闭的店面 李世忠决定放手一搏 就以前我们其实也还是走传统育员的路线 那也是就是手工这样小小颗的 然后育员 那其实到国外之后我就觉得说 他们的所有东西都被放大化 可能他们的人比较大只 我也不太清楚 不管是薯条也比较粗啦 或者是汉堡比较大颗啦 或者是连狗跟猫都长得比台湾还要大啦 对 他就想说 那我们把育员放大化看看来做一下 不一样的这种吃法 没想到因此爆红 现在成了游客来到金山老街的必尝美味 但李世忠也坦言 这是这几年与其他业者一同合作下 才有的好成绩 那让一个像一个我们一个普通的乡下 变成一个很有特色的乡下 那不是因为我一个人有特色 而是因为有这么多个大家有特色的地方 你来金山玩你可能来吃芋圆 你可能来吃鸭肉 你可能来买伴手里地瓜片 你可能去吃一些蛋糕什么的 就是大家组成不一样的特色产品 才会有人想要来这边玩 拉着小店家一起茁壮 这也是当初赖家华想要做的 就是这一份热情让他带着团队 在2019年申请国发会的地方创生计划 成为第一批得到补助的团体 然而面对在2020年10月通过的 地方创生2.0计划 5年60亿经费专款专用 特别将重心放在协助青年在地就业 目前已经有60处赔力站通过申请 赖家华也同时忧心 一下开放这么多团体申请 地方创生这块大饼反倒会成为资源的浪费 当你有专门的预算的时候 它就容易变成所谓资源的掠夺 或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那反而去忽略了就是地区凝聚的共识 随着地方创生成为险学 政府经费大开方便之门 反倒忽略了创生的出征 将经费寄注在辅导单位 对真的生活在当地的人来说 看不到实质的帮助 其实能不能够永续 才是大家真正所关心的事 尤其是永续经营这件事情 这四个字写起来很简单 可能10秒钟就写完了 但以我们在发展地方品牌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它永续经营 因为唯有创造持续性不间断的收入 它才有办法永续性的经营下去 那当然这个收益不会是落入私人口袋 它反而是会作为地区推动 推动地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金 每个人都有各自板箱的理由 但却有相同的目标 希望可以在熟悉的土地上 安居乐业 好好生活 这句话讲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好难 不过金山这群在地业者 正努力实践着这样的梦想 与金山一起共好 想与互相共好的 还有南投竹山的林嘉宏 他利用老工厂废弃的竹材 开发出竹牙刷 竹杯 再次展现竹山产业的荣光 欢迎回来金新闻调查报告 和一群人相比 一个人的力量是相对渺小的 但是如果有坚定的信念支撑 也是有改变的可能 40岁的林嘉宏就让南投竹山 这个已经沉寂许久的小镇热闹了起来 其实早在1980年代 全台湾的竹业制造工厂超过2000家 那么竹山就占了高达60% 是全台湾竹产业最兴盛的小镇 但是渐渐的产业没落 工厂外移 林嘉宏父母的竹艺店 也快要撑不下去了 林嘉宏就从外地回到竹山 接下了家业 他利用老工厂不要的竹材 设计出了竹牙刷 竹杯 竹吸管 把永续环保的概念注入日常生活 在地资源就这样子被充分地整合利用 竹子有了新的生命 竹山更因为跟新的火花碰撞燃起了生机 竹子它就是全世界公认最环保的素材 是因为它的稀碳的能力 是同等面积树林的四倍 它是一个零碳牌的一个产品 而且是百分之百 我想要做的就是 把我们家的产业 扎扎实实地做下去 我确定它有办法存活 它有办法在我手上不要消失 老大 老贵 真是很漂亮的 对啊 都很漂亮的 成堆叠放的贵竹 是被竹山这间六十几年的老工厂 卖来做竹签用的 不过这些贵竹 对七十一年次的林嘉宏来说 却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他要这个捷 他是要帮我当杯子 被老工厂当作废料的竹签 是林嘉宏做竹签的重要原料 因为竹签就是竹签最天然的杯底 因为我们都是取他天然的竹签 要不然其实 其实啊 他们之前 他们都会采 节跟节这之间的东西 去做签签的 其实就是从他的那个 生产链里面找到我们的需求 竹签在地的老工厂 成为供给原料的事业伙伴 但十年前 刚返乡的林嘉宏 最初可是尝尽了人情冷暖 你跟有梁 你跟有梁 我才能做 如果没有梁 我就本人自己做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越传统的工厂 越是有这个问题 老工厂不好沟通 林嘉宏就带着自己做好的竹签 向工厂老板说明 看见从废料脱胎换骨 充满质感的竹签 原本的不信任一扫而空 他那一早订了 所以他有拿他的竹签来 拿那个杯子来送我 所以他要做这种东西 感觉他很有创意 甚至不会做也会想做 才切好并且去除竹签的竹签杯杯体 就会送进林嘉宏自己的工厂 喷纱 钻孔 打磨 我们现在磨这个杯口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杯圆 是比较薄一点 像旧口的时候才那个口感 才会是比较好一点 打磨完之后我们就会再进去 喷漆室喷漆 那这整个过程都会一直不断地去检视 杯子有没有裂纹跟一些细部的问题 重视细节强调质感是林嘉宏的坚持 他还提供客制化的雷射雕刻 将每一个竹杯赋予独一无二的价值 那我们希望比较新型态的设计能够让更多人喜欢这种老的素材 因为竹子它本身的生长曲线就是从头一直长到尾 那它的曲线就会从初一直到细 所以它不可能会有一个杯子是一模一样的 谈起竹子的特性 林嘉宏倒背如流 但在他返乡接下家业之前 竹子只与他只有陌生 我退伍之后就在台南工作 在台南那边就是自己创业 就是买那些就是我自己设计的T恤 林嘉宏当过六年职业军人 退伍后在台南创业经营服饰店 就在服饰品牌逐渐上轨道时 他接到妈妈的一通电话 妈妈打给我 他说你怎么回来接工厅 我说哎 怎么了 说工厅以前要收起来 他不想要做 那因为他我妈她说也身体也不好 我们本来是做棒针的嘛 所以我们棒针也是算是 细扬工业了 有点担心 有点怕 怕他全部都回来的话 怕的 没饭好吃会咬到 然后后来我就请他 叫他评估 他说他愿意做坑坑 林嘉宏父母 在南投竹山开设的竹艺店 有40年的历史 过去曾经是全台唯一的棒针专卖店 在1980年代 当时全台湾的竹业制造工厂超过2000家 竹山就占了60% 但渐渐的竹山就跟很多地方一样 塑胶工业取代了竹木业 人口外移 产业没落 林嘉宏家里的竹艺店也快要撑不下去 那我那时候偏真的以为 我服饰品 品牌服饰做得不错 那我会设计拍照 架网站等等 我会产品的开发 那我应该有机会可以帮我们家的工厂 再重新做一次的反转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很困难 比如说我想要问一个 焦合的技术 联合的技术 后来发现说没有人肯愿意跟我讲 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后来我们展总问到了台南 他们有这个就是焦合技术 然后他才跟我说 你们组商很多工厂都跟我们交这些货 我才知道原来大家对关键技术其实是很封闭 他们不愿意去分享跟透露 但当时才30岁的林嘉宏 是最不怕挫折的年纪 他积极拜访镇上熟识的长辈 请托帮忙建立关系 镇上的同业们慢慢地感受到 林嘉宏的诚意之余 他们更惊觉 如果连林嘉宏也放弃了 那么竹山的竹产业 可能就再也没有下一代愿意接棒 后来发现他们愿意讲越来越多 是因为他们发现没有年轻人 再愿意投入这样子的产业 那但是后来他们就比较愿意去给我们很多技术 找到了愿意帮忙的工厂 林嘉宏锁定的第一个开发品项 就是竹亚刷 会做亚刷是因为有个民宿业者他说 看可不可以帮他开发房间备品 那时候呢我的习惯就是我会观察市场 我们那时候有发了一个问卷 就是做市场调查 发现大家都会刷牙 那两千份问卷出去 那几乎两千份的人都说我会刷牙 那只有十几个人会打毛线 然后再来是台湾没有人做 那时候我们就朝着竹亚刷这个方向就发展 刷牙采用环保可分解的天然马毛 牙刷的竹柄竹材就来自竹山本地种植的孟宗竹 以前这个竹竹只有剥那个皮 剥那个皮做那个竹楼 它一直变到现在牛竹都没有消 一直没落 感叹着满山的竹子 几乎都已经没有消路 76岁的老竹农杨伯伯 每天都会上山照顾竹林 但主要是挖取经济价值较高的竹笋 这个竹竹你不能长得太密集 太密集不会发生长竹子 要给它疏散 为了给竹笋生长空间 老竹农必须不定期砍伐竹林 林家宏多年前认识杨伯伯 就拜托他留下部分竹材 而这些原本的废料 就成为竹牙刷最重要的竹柄 这个要给家宏的话 这里够长了 从这个厚度有够了 跟你讲话七寸 因为牙刷太长也不好吧 为林家宏留下够长够厚实的孟宗族 辛苦伐竹一整天 杨伯伯没收林家宏半毛钱 因为伐竹是他在财损过程中 本来就得做的事 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竹山的竹子 因为林家宏有了重生的机会 有啊 他有拿给我啊 我也分享给朋友啊 你看啊 这个年轻人头脑很好 用这个局去做牙刷 开始从牙刷开始 然后再开始像是竹杯 然后一路从减缩的一个方向去思考 怎么样从竹子出发 开发我们所有的产品 让我们挑战消费者的习惯 重新给予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林家宏热爱露营 喜爱大自然 常带着家人往户外跑 打造高质感的竹制品 是他将美好事物 融入生活的证明 但他更希望他的努力 能为孩子建立一个干净 用虚的生活环境 台湾一点消费叫1亿次塑胶牙刷 然后他如果排上一条线的话 他可以环绕台湾海岸去17圈 这些数据 就会让消费者他们能够想到说 如果我能够从自身做起的话 那他能够怎么样为这个环境带来一些改变的契机 那本来竹子就是很环保很无数 然后是对环境非常永续跟友善的一个产品 这已经是无庸置疑了的了 那我们希望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去落实这些东西的出现 大家都知道说返乡好像很浪漫 可是你要想那个地方很黑暗 你要去那边的话 那个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 可是后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去那边很黑暗的地方 可是你就是有那么一点亮光的话 那大家关注你的就会很明显 其实我们就一直赞助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已 南投仁爱乡的赛德克族人王家勋 18年前返乡到处拜访地方骑牢 找回失落的圆明文化 并设计观光体验行程 为部落创造更多机会 欢迎回来进行文调查报告 南投仁爱乡的东岸部落 早期这里曾经有一百多种蝴蝶 是台湾三大蝴蝶谷之一 不过后来七帝受到人为开发的破坏 蝴蝶就变得越来越少 部落里的青年为了找回以前美好的环境 开始努力的富裕生态 同时也盖起了赛德克族早已失传的家屋 在18年前就回乡打拼的王家勋 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伙子 到结合了部落里的齐老 以及其他有共同理念的部落青年 一起找回了赛德克族的文化 拼凑其老的记忆 再让年轻人学习传承 并且同时开放课程 让游客来体验 王家勋甚至还结合了 在定的小农 青农 老农 成立了一个产销班 希望能够为部落创造更多生计 也期盼能有更多年轻人返乡 与族人们一同努力 重新也重新认识东岸部落 每天都说RWD回来的 这个从来到外面的 懂什么 你要有一个傻瓜的观念 一个志工的观念 你才有办法做部落的事情 那这个部落其实慢慢在恢复 那我们觉得我们会找到自己 再生或创生的一条人 南投县仁爱乡的南风社区 是赛德克族人世代的居住地 当地人称这里为东南部落 赛德克族人带着我们来到传统家屋 要进屋之前 许有部落里的齐老代表 今年敬酒 他带进去家屋之前 都会有这个动作 第二口 最主要有后者 他们都是当初盖这个房子的工办 老师 三秒 三秒 回到家屋 齐老习惯性地点上柴火 过往柴火永不熄灭 一方面可以烤猎物 也能防止房子受潮腐败 而这半穴居室的家屋 是王家勋18年前 从外地回来时最想做的事 我们有一个依据有根 这就是我们立的柱子扎的根 我们一开始是很忐忑 就是没有方向 然后透过照片 照过文献 大家这样拼拼凑凑 恢复了六七成像 当年所有的齐老们 对于这个连足语都说不好 甚至连家屋是什么 都不知道的年轻人 就莫名其妙说要盖家屋 也充满各种质疑与批评 人家就说外地回来的 这个从家在外面的懂什么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都有角色 然后他们都可以处理 部落的一些工作 王家勋试着把自己倒干净 虚心接受齐老们的指教与建议 带着他们一起盖 一栋又一栋的家屋 慢慢地从争吵中 凝聚了族人的感情 也从中找回了大家 想重振这个部落的力量 争吵不是那种就是 我骂你啊什么 不是是他就是担心你嘛 看就是他们也心急 那一年盖家屋 他们教会我很多事 那我就刻意呢 去激怒他们 惹他们生气 啊充满 好反正最后稳固了 好就是这个方法 大家就会过去了 从这个界面让我认识自己 从这个界面也让我去 凉误解我的文化这么美 盖了族人引以为傲的家屋之后 王家勋开始思考 如何让部落变得更美 我背后这一块就是我们 多元生态的棋地啦 当初它其实九三九四年 碰到敏都立 陶制台风 二十年前的地震 其实我们是山谷的地形 这边以前呢 被掩盖完之后 不到十种的蝴蝶 现在这样营造回来 134种蝴蝶 富裕完之后 大家也思考说 其实可以从生态的角度 去带动产业 要做这么大的改变 当然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 返乡青年李世佳 加入了王家勋的行列 共同打造出部落里的诺亚方舟 同时也实践另一件 自己想做的事 这张弓就是我们赛德克组的狩猎弓 埋伏在这边 然后远距离等待猎物出现 然后去做一个射击 举起功 瞄准目标 涉及专业的pose 外加详细的赛德克传统公文化解说 李世佳想带给游客的 是希望能让大家深度的认识 赛德克神圣而传统的狩猎文化 而非哗众屈宠的商业表演行程 所有的行为 不要太建立在那个金钱上 我们所有的旅游行程的体验 都应该不能太过于消费自己的文化 比如说就像刚刚的射箭 就这么单纯的一个体验 可是他就是想说 这个体验好像很无聊 那是不是来摆个气球 射破几颗气球 就会带一些伴手里回去 这种池类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就导致说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原住民的文化都一样 那就是商业模式造成的 所以要坚守那把池 李世佳曾演出电影 赛德克巴莱 里头所出现的传统工 都是由他跟爸爸制作而成 但即便他曾有过拍电影的光环 他也不曾利用这样的名气 吸引观光客 而是用扎实的文化解说 让大家更了解赛德克族人 像说我们在很多地方的营造 也是希望打造部落处处有教室 那营造这个区域呢 就让这个区域的人参与 参与的人多了 慢慢的部落也开始有了人气 王嘉勋的下一步 就得帮大家创造神迹 这个多 你们在研究 这个是两年生的那个果茶 小棵这样子 怎么样让它能够养成它的树形 因为这个果树的东西 它能够往外 往外长 因为你是这样的话 它是抢着阳光往上 一般的果树你如果是往上冲 果栗就不多 为了促进产业发展 王嘉勋慢慢从东岸部落 将触角延伸到整个南投县仁爱乡 在地方成立产销班 鼓励在地的小农 青农 老农 一起投入苦茶产业 并将苦茶种植产量化 他邀请了很多不同的专家过来 那我们就上课 原来是只有在一个部落 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说可可以 他说好 说是就可以 所以我就一览截然的就是 我要做改变 我把这边的地全部都种了苦茶 年轻人很有他的想法 然后我会觉得我看到我以前的影子 所以我一直很享受看看 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年轻人 怎么样去把它推上去 这是我们设计的包装 在去年拿了米其林的三颗星 年轻人去做这个 所以你们要很放心地交给年轻人 我的意思是说 生产那一端你们把品质顾好 市场让他们去找 我用他们听得懂 让他们理解的方式 然后用地方的这种节奏 让他们接受 所以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 让他们知道 你们现在在做的是对的 一直保持着就好 那我们有两个尸体通路 那网路的我已经开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 我们自己要不要交给班 所以在今年跟明年呢 我们想了一个这样的模式之后 我是希望班要够团结 我们土把链钢的商业模式 我跟你讲 大家团结就起格来了 在部落待了18年的王家勋 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沟通 但不管他再怎么努力 负面批评声浪却始终没听过 用学校的力量 用其他单位的力量 进到部落里面谈 平常不敢跟我讲的 要骂我的 就对他骂 对他抱怨 那那个人就帮我记下来 他的工作就是把他的问题记下来 然后呢 我去整理 归纳这些问题 如果因为太多负面能量的话 我也很难处理事情 所以有些时候我都用这种方式 那我只拿到问题 而不是去接受你的负能量 你问我怎么可以待到现在 就是这样 小米香蕉糕是赛德克族早期的甜点 王嘉勋的妈妈江娇妹 凭着小时候的记忆 复刻传统味道 同时与两个儿子在清静打造部落厨房 抱存赛德克族承袭的美味 并推广部落的传统美食 几分的 来 你就直接吃啊 对吧 加生菜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妈妈怕胖 所以我觉得我要吃一点生菜 它会解腻 我们以前在吃不会死闲 是因为我们会配饭 对 配冷饭 我们会配冷饭 我觉得那个米可以用那个 那个香糯米 过去也一直在从事 推广部落文化的妈妈 甚至这条路并不好走 一路看着儿子跌跌撞撞 内心的不舍一一言调 这几年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很反对孩子会来做部落的事 因为语言上的供给 如果你没有抗压性 你真的没办法做部落的事 你要有一个傻瓜的观念 一个志工的观念 你才有办法做部落的事情 所幸这几年开始有 越来越多的部落青年以及齐老 选择相信王家勋 并跟着他一起努力 虽然过程中问题不断 但他仍时时提醒自己 不忘初心 初心比热情更重要 就是因为热情随时都会灭 可是你当初的那个起心动力 最单纯的动机 才是让我坚持的地方 那这个部落其实慢慢在恢复 那我们觉得我们会找到自己 再生或创生的一套 加艺术学老师许如荫 看上阿里山的咖啡潜力 于是此时较职 决定与在地咖啡龙联手 将这个台湾黑金推向国际 现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离不开咖啡 您是否也一样呢 根据统计 台湾人一年喝掉了 28.5亿杯的咖啡 市场规模超过了800亿台币 咖啡的商机非常可观 但是市场上的咖啡豆 几乎都是仰赖进口的 谈到了台湾的本土咖啡豆 位在加以阿里山的咖啡产区 在国际市场上 其实是赫赫有名的 早年当地大部分是种植茶叶 但是近十几年来 纷纷改种咖啡了 而且走向的是精品化 很多庄园也在各大赛事上 取得了好成绩 不过因为产量少 价格又偏高 所以一般的消费者难以亲近 于是有这么一位 青年级的数学老师 他从小就生长在嘉义 又很热爱咖啡 所以为了推广 阿里山咖啡产业 他毅然决然地 辞去了稳定的教职 打造了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联手阿里山上的咖啡农 要把阿里山咖啡推广出去 清油的水柱在滤杯中打转 93度的热水流泄出满是咖啡香 这是许如荫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筹备 才淬炼出来一杯阿里山精品咖啡 阿里山咖啡是从种植端开始 就已经算是有点客制化 然后因为也是量少 才能产生精品的精致化 那必须要有一个中间的 我想要当这样的一个传递者 每天为自己冲煮一杯咖啡 是独善其身支持阿里山咖啡的方式 但光凭一个人效果有限 于是2021年初他发起募资 串联阿里山咖啡农 建立电子商务通路 整合品牌行销 希望将阿里山咖啡产业 推广到国际 这个呢就是他福亚的 Tipica的水洗 然后再来这个是卓武山的 SL34的密处理 然后这个是周竹园 Tipica日晒 阿里山的咖啡庄园 每个身怀绝技 山头各聚一方 但过往大多各自努力打天下 如今许如荫要扮演指路人 要把好咖啡带到山脚下 从咖啡的爱好者 转而成为推广的理想家 许如荫深入产区 寻找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 大家也一起好嘛 像能透过就是三大庄园 这样子去做一个 炮砖引玉的动作 沿途上阿里山 不见昔日游览车如知 观光产业渐渐吞色 崛起的咖啡产业 会使阿里山下一个日出吗 塔福亚庄园 过去种植百合爱玉 如今产业转型 从事有机咖啡栽种 你就放在你的粉丝团 它还是有那个啦 还是有一个蜜的甜味在里面 还有柑橘的味道 柑橘的味道 海拔平均一千公尺以上 阿里山的风土 比起平地更具优势 阿里山上面的咖啡 其实都已经 非常精品级了 它值得被推荐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 以动农们来讲 他们一直在改良 自己的种植技术 而且是非常科学化的 去做种植 许如荫时常往山上跑 照咖啡农互相交流知识 但都上了阿里山产地 推广咖啡可不能只是 至上谈兵 这趟巡斗之旅并不容易 坐上四轮传动小货车 从博油路到产业道路 一路摇摇晃晃 好不容易才到了咖啡园 这是SL3的 它不是一个 它比较大绿的 它还那么绿就那么大绿 你看 这个是我比赛用的豆子 绿油油的咖啡树 长出硕大的果实 实际走进咖啡园 跟着庄园主人 在田底上了一堂 扎扎实实的实习课 只有深入产区 你才有办法真的看到说 你那杯咖啡是怎么来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可以听庄园主 他们的种植过程 然后用了哪些的方法 然后在种植端啊 比如说怎么施肥啊 怎么做田间管理啊 我才有办法再传递给 更多人知道 那更多人知道就会明白说 其实每一杯咖啡 都是得来不易的 走到最前线 亲眼所见才是真正溯源 许如荫从咖啡的栽种 到咖啡豆的生产过程 每一关卡都亲自参与 他就是跟我讲 他有什么样的生豆 我就会提供给他 他前几天也有上来啊 他要看我做后制的那些程序啊 采咖啡之后的处理情形是怎么样 他也想要了解这个部分 到了后制场 经过水洗的咖啡豆 正在享受着阿里山午后的暖洋 我们所跟Tafuya这边所选的豆子呢 就是这个像Tipica的水洗豆 那它所呈现的风味呢 会带点蜜桃 还有一点点蜂蜜苹果的感觉 而且喝起来的干净度是非常够的 采收下来的咖啡豆 得依照颜色 光泽 形状等等 一个一个把瑕疵豆手工挑出来 幸存下来的才符合金皮豆的身价 其实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现在是三大庄园嘛 那因为他们的品质啊 在各方面的比赛啊 也都很好的成绩 就是母鸡带小鸡嘛 把更多的小脑或更多的庄园 然后可以一起纳入 然后我们打一个联盟战的感觉 周竹源是阿里山咖啡的火车头 2007年就拿下第一届 台湾咖啡大赛冠军 接下来几个年头 征战大小赛事 奖牌堆到摆不下 我们希望的是可以吸引年轻人 回来这个传统产业 可能你原本是想要去 都市发展的年轻人 其实你可以不用离乡背景 那你在这个原乡或者是偏乡地区 你用现在的一些科技 或者是一些可能现在思维 去把这个传统的农业 把它堆叠成就算是一页结尾 根据内政部资料显示 全台县市老化指数排名 基隆市 榆林县分居第五第四名 国境之南 屏东县排在第三 全台唯一不领海的内陆县市 南投县则排名第二 令人意外的是嘉义县拿下第一 尤其老化指数高达226% 遥遥领先其他县市 这个不名誉的头衔 更印证了嘉义阿里山的咖啡产业 急需年轻心血 不论是方正伦或陈青龙 副植辈就在阿里山务农 二代接手后才改种咖啡 像许如荫这样 非阿里山农家出身 却愿意投入产业 协助地方创生的年轻人 并不多见 很难联想 许如荫过去是一位数学老师 黑板上复杂的三角函数 在他手上成了浅显易懂 有趣的学习 我原本就想当老师 所以我一开始就念数学系 身为土生土长的嘉义人 大学离开家乡求学 毕业后没有留在 光彩多目的大城市 而是选择回家 回到自己的母校任教 与父亲在同一所学校教书 年轻又活力的他深受学生喜爱 还曾因为靓丽的外形 上过PTT表特版被封为 最正的数学老师 原以为会循着父亲的脚步 一路教书到退休 没想到人生转了一个万 教学这件事情 其实一辈子都在发生 那或许我现在不是在传递 数学的相关知识 但是我还是在传递 咖啡的相关知识 怎么样让大众去接受 阿里山咖啡的 这个中间的转折 热爱咖啡的他一次无意间 品尝到阿里山咖啡后 几经思考决定辞去稳定教职 提了新的栽进阿里山咖啡产业 不但考取相关咖啡师证照 更用实际行动向咖啡农败师取经 像很多农民说今年他们的产生都很少 有些是病虫害 有些是可能气候的关系 根据国际咖啡组织调查 台湾人一年共喝掉28.5亿杯 每人每年喝掉200杯咖啡 因此市场上的咖啡豆 几乎都是进口 2020年进口量就达到 37000公噸 但国内产量只有1095公噸 自给率只有2.7% 产量少 人工价格高 若是跟国外生产大国比拼 恐怕失去竞争力 唯有走向精品化 稀有性 才是本土咖啡 基深国际的主战场 我们想要做到的当然就是 能透过整个流程购买的透明化 就是消费者可以看得到 相关的产业如果可以蓬勃的话 那当然大家会愿意回乡去支持 许如荫以自身为号召 青年饭乡 从一位国中老师 成为台湾咖啡界的转学生 他有一个理想 就是要将台湾阿里山咖啡 推广到全世界 今天看到的这群返乡青年 为了回到家乡好好生活 他们勇敢创业努力地存活下来 翻转地方经济与互相一起共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